問一個問題說 因為你直接這樣輸入Enter 它會往下的 然後最後這個Enter呢 當你還是Enter它會怎麼樣 它會跳到這個按鈕 那你需要再按一個Enter 它才會執行 所以一般的習慣是Enter 到這個格子吧 直接就幫你 新增了 OK 可是在VBA裡面要怎麼做 才能夠當你按一下Enter 它就自動幫你轉換成新增這個程序 其實我也找過很多VBA書籍 裡面好像都沒提到 後來我就自己試了 終於找到答案了 因為同學也問同樣問題 所以我就乾脆講一下 實際上這個部分 也是有點是那個 那個什麼 類似事件驅動的概念 其實在表單裡面 除了物件的屬性跟方法之外 又多一個叫事件 事件英文名稱叫Event 就是當什麼狀況發生的時候 你去做什麼處置 大概就是這樣概念 那所以基本上當然是什麼 我們是期望 當我按一下按鍵 按鍵是Enter 可是Enter在那個ASCII code 內碼裡面是13 它的位置是13 ASCII code就是美國剛開始設計電腦的時候 他們那個編碼的位置 Enter剛好在13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做 直接在這個上面點兩下 Testbox點兩下之後 它預設的事件是Change 可是不是Change 我們是要偵測什麼 就是鍵盤的動作 鍵盤的動作裡面有個事件 叫Key 當它什麼呢 以前好像VBA是用Key Press 不過後來發現 在VBA裡面是Key Down Key被按下去的時候 Key Down 特別要Change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這個我們不需要 當Testbox4被按下按鈕的時候 那它會用什麼方式告訴你 它按下哪個按鈕呢 後面有參數 叫ByValue 什麼Value呢 會有一個Key Code 這個Key Code的話 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到底按下這個鍵盤的內碼的位置 號碼是多少 所以你只要判斷什麼 如果這個Key Code 等於什麼 13 就是按下Enter 如果它按下Enter的時候 那我就怎麼樣 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 那個 新增按鈕的程序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事件就是Key Code OK 第二個就是邏輯判斷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一樣要做邏輯判斷 if什麼呢 if 這個Key Code 所以我把這個Key Code 乾脆好直接拖拉過來 複製一下 如果Key Code等於13的話 Then Enter兩下 And if 其實你會發現 打來打去就打這些東西 反正就是邏輯判斷 如果它是13的話 Then 確定它按了Enter 那就幫我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 那個 我們Button的事件 Button的 所以你會發現 那我要怎麼呼叫它 特別注意呼叫 你就打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空一格 呼叫什麼呢 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名稱叫 也許你 我這邊叫 CommandButton1 Click 所以請你把Sub到 刮戶的中間這個名稱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這邊到這邊 Ctrl C 把它放到哪裡呢 Call的後面 意思就是說 如果按一下的 是Enter 就幫我轉成 那個新增的程序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 希望就完成了 OK 所以之前同學問的 那我也試了一下 OK 就沒問題了 這個答案怎麼來的 不是Google來的 是自己try出來的 OK 不外乎 因為 不外乎 不外乎 它就是Key 不外乎 就是Place Place 是壓下去 不外乎就是Down 反正其中一個嘛 後來發現Key Place 好像沒辦法 Key Down就OK了 那因為 ASCII Code裡面 我知道說 Enter是13 所以利用這樣的邏輯 可以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我看一下 應該我做的 應該跟雲端的這個 一模一樣 如何Enter 直接輸入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我把它執行一下 剛剛的話就是某某某 然後成績 假設我都輸入是正確的 我Enter 然後再Enter 最後呢 輸入之後 剛剛Enter會跳這邊嘛 那現在 有沒有辦法Enter 直接轉呢 Enter 直接轉 這樣就方便 OK 所以你會發現 該有的都有了 剩下就是拿去用吧 多用之後呢 慢慢就熟了 那之後才有辦法講更多啦 其實這裡面可以變化出千變萬化 因為一個系統 大型的系統 都是從這邊開始的 有沒有很多 反正你看過很多的系統 反正它就是一個有表單開始 等一下就跳一個表單出來 做什麼做什麼 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呢 以往的那個系統 其實都 我想應該第一個 費用都不便宜啦 不算下來價格 第二個可能要花非常久的時間 工程師才幫你設計出來 設計完還不是直接用嗎 還要怎麼樣 還要測試嗎 那這要再上限 然後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修改裡面的某一個功能 你還要另外再charge費用 而且又要再花時間 那如果說你今天懂得自己自訂的話 其實說真的 這個完全是可以自己自訂的 而且你想要怎麼做 其實都可以辦得到的沒有問題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它的用處起來還蠻大的 OK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 如何把那個什麼 Enter 這個直接轉換 按Enter直接輸入資料 答案就在這裡 那這個不是 其實這個是自己產生的 關鍵只有在這個中間 這個幾行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 今天主要就是在多講的那個 表單的設計 那當然因為沒辦法講得太深入 後面其實還可以再跟資料庫連結 那資料庫如果你要跟資料庫連結 就牽涉到可能會需要知道兩個東西 一個是ADO 其實連資料庫 最簡單就是一定用ADO這個物件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Excel的外掛 本來Excel不能連資料庫的 透過ADO 其實就可以很輕易的連結資料庫 第二個你可以可能要了解那個 資料庫的語言 如果你要跟資料庫溝通的話 你至少要知道那個SQL SQL這個語言 你可以跟它溝通 比如說你今天要把資料寫到資料庫的那邊的話 你跟它用SQL溝通都沒有障礙 所以跟Excel溝通用BBA 跟資料庫溝通用SQL 那其實很多事情就輕鬆了 OK就簡單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把這部分再試試看 那今天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剩下大概幾分鐘 所以剩下時間給各位練習這部分 那今天大概就是講到這裡了 然後 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是把後面還有兩個綜合練習題 稍微講一下 綜合練習題後面的綜合練習題 其實也可以拿來當成這個表單的練習題 比如說在綜合練習第二題 它也有什麼身份證字號可以輸入 姓名、生日、年齡、戶籍、老人津貼 是否領取老人津貼 這部分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輸入這些資料 等於是當會員資料輸入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回去可以再試試看 那大概下個禮拜的話 就是邏輯函數講完之後 再來就是日期與時間函數 比如說你要做那個日期跟時間的計算 用什麼方式會比較簡單一些 謝謝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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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iba也都可以 謝謝齁 謝謝齁